风浪发生的时候 讲到我们的信心备受考验 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如果主跟我们的同在很真实的话 那我想我们都还容易过去 但是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故事 他说耶稣正好不在 耶稣打发他们走 自己到山上去祷告去了 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不在 那么当然上个礼拜 耶稣弟兄正好也交通到 有主同在 我们知道圣经上 尤其信约里面神给我们的应许 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 他的名字叫以马列利 所以我们常常讲神的同在 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事实 超过我们的信不信 他超过我们自己的经历 我们自己有没有感觉到 神说他永远跟我们同在 就是永远跟我们同在 虽然我们忽略了他 忘记了他 就好像我们忽略了 忘记了空气中有氧气一样 但是我们都活在氧气的祝福和供应底下 今天神的同在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在我们主观的经历 在信心的路上 我们常常会碰到 好像主不见了 我们祷告 神没有垂听 我们盼望看见神的作为 当我们这样子为了一个生病的家人 生病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祷告的时候 却发现他走了 就是很多的环境跟我们所期望的 是相反的 我们盼望看见主听祷告 盼望看见我们怎么祷告 神就怎么行动 但是在这个时候 好像耶稣不在了 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 在我个人信心的路上 最痛苦的考验 就是当我所祷告的 所盼望的 跟我看到的环境是相反的时候 光这个已经让我很辛苦了 而这个时候仇敌火上加油 过来跟我们说 你的神在哪里 好像是仇敌的嘲笑 借着同事 借着很多的事情 在这里嘲笑 我明明是这样子的相信神 我明明是这样子的盼望 为什么事情的发生是这样 那我们听到的见证 都是神听祷告的见证 很少听到弟兄姊妹在见证说 神没有听我的祷告 所以当耶稣好像不在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考验 而且这个风浪 不是只是暂时就过去了 像有时候我们会碰到阵雨 突然来了一阵大雨 但是它很快 来得快去得快 可是刚才我们已经讲过的 这个风浪 他们摇鲁盛火 滑了十里多路 三到四个迈 那是很不容易又在黑夜中 而且那个性命 随时可能会掉到大海里面 就淹死 所以当难处延长的时候 当神没有听祷告 当我们好像感受不到神的恩典 看不见神作为 这种时间拉长 拉长的时候 这对我们很多人都是很辛苦 那么在这里我们很感谢主的 就是底下就是发现耶稣来找他们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提醒 他说在夜里是更天的时候 耶稣来的时候 圣经上告诉我们是在夜里是更天 那么根据他们的时间来说 这大概是半夜三点钟 所以他们在野地吃完饭 不久以后耶稣就打发他们上船 赶快走 所以圣经学者告诉我们 这个时候他们划船 已经大概划了六到八个小时 换句话说六到八个小时 他们被曝露在风浪的威胁 在这么辛苦咬鲁的过程 咬鲁胜苦 真的是咬鲁胜苦 所以耶稣又不在 又看不见主的同在 然后环境又一直在这里艰难 然后我们的力量 信心好像都用尽了 弟兄姊妹 这就是那个时候的情景 我希望当我们读的时候 我也相信我们读的时候 我们已经多多少少 可以揣摩 可以体会到 其实我刚才说过了 就在这个疫情来说 这似乎是刚开始 那我们希望神怜悯 我们能够像圣经上说 为着选民的缘故 神能够缩短 能够减轻这个灾难 能够让更多的人被唤醒 能够归向神 希望神的手就收回 神能够施恩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这个信心受考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